欢迎来到位于荃湾晚景峰的单位 整个厅以大自然为主调 客厅放了一张白色梳化和木面茶几 再加上木地板和短毛地毡 感觉温暖 设计师将厨房的工作桌一直延伸到圆关 巧妙地将两区连贯起来 在这个单位的设计 其实我们想保留一个开放式厨房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我们和他做了一个玻璃的传统 但是玻璃门其实当他要煮东西 有油烟的时候都可以将它关掉 另外在设计上我们都想厨房 跟饭厅有点连贯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和他做了一个 设计师的石头 一路伸延到出去饭厅这里 而它也有一些抗菌的功能 所以对于会主要求干净 都可以满足到的 木窗桌趁木椅 再加上扶手椅 感觉自然清新 厨柜面料一直延伸到走廊门 成为一大特色 其实这个设计在厨房里 我们希望它的感觉可以连贯一些 所以在那个物料上 我们由厨房里面其中一个柜 一路伸延到出去听的 其中一个feature的门 都是用同一个物料的 其实这个伸延的效果 可以令到整个空间的感觉相对会大一些 烫门的好处就是将走廊的面积 纳入小朋友房 床背摸了软墊 床边紧张的位置就做了个衣柜 设计细心 主人房做了不少灯效 加上暖色的布置 合力营造柔和的气氛 不说不知 为了增加储物空间 设计师在厅和书房之间 花了不少心思 这个书房 其实我们想进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可以再阔落一些 所以我们将它的房门 是相对移出了少少的 同一时间也将两边 做了一个全高的柜 可以让它听到的充电 可以多些 也不会觉得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柜 也不会太阳 然后大家可以hold 这边去传这里 就这么多些 最后我说 进行 出品 中文 出品 出品